哇 第一次穿 價值1200萬韓元的婚紗 音樂 喔~~ 但是身材也要夠好 這張也是很經典 他是比較華麗風 休閒 但是我沒有帶休閒的 喔好美啊 女神 也是有外景 一點點 我們當時挑studio 就挑很久 一定喔 汪牛也有考慮 然後還有其他間的也有 我本來也想要嘗試這種的 但David他說他覺得還好 收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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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幫忙我們的衣服 好 我們要看 喔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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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穿 价值1200万韩元的婚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打开 我的腰都酸了 加油 要拍多一點好貴 捧住我的腰 真的很緊欸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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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alling head over toe Lonely kisses passing by the river I've been missing your strawberry kiss There's nothing less sweet that taste Still drive me crazy My strawberry kiss and your strawberry kiss I could fly through the wind I'm only busy with my family I'm still busy with my dad I'm busy with my brother I don't know the truth I'm busy 整個是90度轉 90度旋轉 然後你還要看相機這樣 超難的 然後反正有很多動作都真的好難喔 不符合人體工學 但是拍起來應該是效果不錯吧 我們小心點進去吧 謝謝 謝謝 拍完了 我拍完了 我覺得我的全身骨頭都散了 因為他很多都真的是很高難度的姿勢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來拍的Studio叫做 The Bride Studio 然後它是有兩層 一層都是棚內的 棚內的景 然後有很多景 它景超多的 而且它是比較華麗宮廷風的 然後樓上還有一個就是外景 含屋跟那種也是很高挑的那種宮廷風格這樣子 然後我是覺得今天很幸運的是遇到那個攝影師 女攝影師 就是他會教你怎麼樣擺Pose 然後就真的一次到位這樣 很快速 而且又很健談很nice這樣子 還有我們遇到的伊姆也是很nice 就是他在伊姆這一塊已經做了15年了 就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就很nice 而且他還說他有去過台灣 很喜歡台灣 然後也會講一點點中文這樣 我就覺得很親切 就是舒緩了很多我的緊張感這樣 然後這邊的妝髮也是會隨著服飾 然後做變換這樣子 對就是會幫你調整 然後你我覺得你來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課 就是你要先調好你想要的場景 然後還有你想要的髮型 你想要的妝感 他都會問 就會問你說你想要怎麼樣的緊 這樣子 所以 來之後就是先化妝 然後挑婚紗跟挑長巾這樣子 嗯 所以我覺得 整體下來是滿 滿足夠的 對就是還滿不錯的 然後就期待成績啦 你怎麼會搬家 我們一定要把你帶去的 你怎麼會搬家 美女的東西 好嗎 如果我會搬家